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脚漂亮的左脚凌空抽射破门 下半场 穆谢奎又在门前精明简陋 没开二度 随后接卡拉斯科的助攻 再下一场 上演帽子技法 主教练提前将穆谢奎换下 接受全场球迷主客 比赛前三十分钟 打连一方在场上基本上是主动 攻势如潮 但就是没能找到转头破门 第三十四分钟 卡拉斯科左边路横敲 穆谢奎挺球后 顺势半转身凌空抽射 由于球速过快 冲月磊虽然做出扑球动作大于是无补 球呼啸着支柱网络 一方一比零取得领先 进球之后 穆谢奎跪地直接庆祝 起身时 刚好和卡拉斯科走在一起 卡拉斯科也是激动的拍拍他的后脑勺 进行祝贺 第五十五分钟 朱挺柱攻上前直塞 盖坎进去前被神将球转移到右侧 汪锦衔起脚传中 前点的立体相解为没有踢到 将球漏过 穆谢奎后撤到顶球点附近扫射 再次将球打进富力球门 一方二比零领先富力 第八十分钟 一方再次获得的右侧前场任意球 盖坎将球掉入禁区 穆谢奎投球攻门 冲越来飞神将球扑出 卡拉斯科进区内卫生拿球 卡拉斯科又如蝴蝶穿花般连续摆脱晃动 扩掉了肖志和义腾的家宝 坐侧低平球传中 后点的穆谢奎轻松将球送入空门 一方三比零锁定胜局 下半场穆谢奎又连续打入两球 完成了帽子戏法 让自己中超联赛的进球数达到了七里 成为队内第一射手 进球后的穆谢奎被U23球员王耀蓬换下场 不过下场时候穆谢奎有拖延时间嫌疑 吃到一张黄牌 赛季开始前 作为上赛季的重超功臣穆谢奎险些被替换掉 作为第四百元流队的他从预备队联赛提起 一步步成为了球队的主力前锋 一方此前一共有三场胜利 其中穆谢奎在两场比赛中完成了进球 凭借出色的表现 穆谢奎在6月份迎来了试约合同 目前他与一方的合同到2020年 空宇CM也则声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子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 也计则能够设计新闻客户端子媒体 是否正在一位是否正在一位是否正在一位